哈喽大家好 我是先生会 提起这个科学和宗教这个话题 咱们应该都受到教科书的影响 尤其是天主教 万诺 长期以来都在打击科学 举个例子也特一致 哥白尼 布鲁诺 还有这个伽利略 哥白尼是因为怕被教会迫害 直到去世之前 才把这天地狱行论给发表出来 布鲁诺是捍卫哥白尼 被送上了火星架活活烧死了 伽利略是因为他的这些观点 被教会知道以后 怕他什么终身监禁 长期的监视他 就这些事 传统观点来看 天主教确实长期以来 都在对科学进行迫害 但是咱们想一下 以天主教当年在欧洲的影响力 假如说他真的是这么玩命 迫害科学的话 我觉得科学这种小众的东西 它不会一直延续到今天 所以这事实真的是这样 咱们今天就跟他聊聊这个事 不可否认 一开始举这仨例子 不能说完全不对 哥白尼确实有这么一回事 临死前发表 布鲁诺确实烧死 加利略也确实终身前进 但是事情真相没有那么简单 咱们一个一个的 从哥白尼开始说 首先咱们得先明确一个观点 近代科学是从哥白尼那个时代开始了 甚至咱说点极端的 因为有了哥白尼 科学才能进入新纪元 为什么呢 因为在他之前 这个世界什么样怎么运转 完全没有规律 宗教的一个很重大的职责 就是解释这个世界什么样怎么运转的 从这哥白尼开始 对世界的科学观测 才开始真正的和这个现实扯上关系 由此可见 他是这个突破传统宗教束缚的第一人 不过他本人也是教会成员 属于体制内带编制的这种铁饭碗 只不过这哥们天生反骨 从被任命成这个教室开始 就没有在宗教理论上投入太多精力 反而对这自然科学充满兴趣 尤其是观测天体 咱们长好短说吧 经过他一生的努力 终于写下了天地运行论 不过也正是因为他的教室身份 让他清楚的了解到 这教会的禁忌在哪 所以在他写书的时候 这措辞就比较的严谨 比较的收敛 比如说他就没有说过 自己的内容一定是对的 反而处处显示出 自己的内容更倾向于一种假说 是另外一种观测世界的一个认识 甚至在很多章节里头 他都说这一章内容 就是数学运算 各位不要多想 千万不要多想 跟这教会没有关系 也正因为是这样 天地运行论在出版之后 很长一段时间里头 都没有被列为禁书 直到73年之后 也就到1616年 记住这个时间点 1616年教会才采取行动 而且不能算是禁 当时教会下令 对已经出版的天地运行论 要进行修改 在部分的章节里头 要加上假说这两个字 之后您就可以接着发表了 这个所谓禁书令 真是禁书令 执行起来也没那么严格 只有在意大利的一个很小部分的区域严格执行了命令 最早出版的1000多本《天地运行论》 真正被修改的其实连十分之一都不到 假如教会真的觉得这本书触动了自己的利益 一定要大家的封禁 他怎么可能这么手下留情呢 再次说说布鲁诺 确实烧死的 而且确实提到过戈伯尼的观点 但是如果咱们仔细研究一下 会发现一个很重要的问题 布鲁诺是1600年被烧死的 天地运行论是哪年被禁的 还谁还记的1616年 如果布鲁诺真是因为捍卫天地运行论而死 那他为什么被烧死以后 这捍卫的东西还能在世界上传播了16年呢 不科学也不宗教啊 对吧 这一点都不天主教啊 这是因为布鲁诺被烧死的原因 跟这天地运行论没什么关系 他被烧死的主要原因啊 是他提出了一套犯神论思想的宗教 在这套宗教体系里头呢 宇宙没有大小之分 没有边界 意大利也就是这教皇所在地 是一切罪恶的根源啊 耶稣呢也不是圣子辣啊 也不是救世主 他是个魔助士 这个魔鬼最终能获得拯救 拯救这个世界 像是什么天主教说的三位一体啊 圣父圣子圣灵三位一体啊 什么圣母玛利亚的什么是处女啊 这种说法 在布鲁诺那儿通通作废 这种观点 您慢说天主教忍不了 哥谁谁都想烧死这布鲁诺啊 是不是 而且呢随着这个现代考古学的发现啊 对现代考古学其实它已经引入了大量的关于这个这个分子生物学这方面的研究啊 当年布鲁诺买的那本天体运行论已经被找着了 找着这本书之后研究之后历史学家就觉得这布鲁诺是不是压根没看懂这天体运行论啊 为什么呢 先各位解释一下啊 天体运行论这本书啊 不像是咱们一般的科普书啊 什么这个果壳中的宇宙啊 什么时间简史啊 这种书 它大段大段的都是这种理论的阐述 而且是很白话的理论阐述 这本书只有大概10%不到内容是这种理论阐述 而且还不是很白话 90%的内容其实都是数学运算 这数学运算的难度 您就算放到今天给一个理工科的大学生来看 也不容易看懂 就循迹这几号凑一起 把我都加上凑一块看 都不一定看不懂 肯定看不懂 您知道吧 更何况这600多年前了 布鲁诺在他的书里头呢 前10%那一小部分做了很多批注 哎呀 这话写的好 此话甚得我意啊 就大量批注 关于后头数学运算那一部分呢 一个批注都没有 这还得解释一下 在那个时代呢 在书上做批注这种事呢 特别正常 伽利略 牛顿都在天庭运行论上做过批注 而且在后面的数学运算部分 批注量是非常大的 其他学者在看的时候呢 也或多或少都会有批注 甚至我们在研究科学史的时候啊 当年这些书上的批注 都是不可忽视的非常重要的史料 而布鲁诺没有做 很大的可能性就是因为他压根没看懂 事实呢 有可能是这样的 当年布鲁诺呢提出了一个反基督教的观点 需要找到印证 不知道听谁说的啊 就跟当年红有权啊 不知道听谁说有的一个上帝啊 上帝还有个儿子 那我就当上帝的二儿子吧 这布鲁诺呢也不知道听谁说的啊 有一个叫哥拜尼的教士 说过这个地球不是宇宙的中心 怎么一种话 就买了一本这个天地狱行论 你看哟这儿写着呢 这个宇宙可能 哎这这这字怎么念 反正是大概齐吧 大概齐看了一看 把这个对自己能看懂啊 还有觉得这个内容对自己有利的啊 都断章取义的抄下来 加在自己的理论当中 这也是就为什么当时烧死布鲁诺了 这书没进的原因 教会不是傻子 看了您这口红就知道你紧急两重了 最后呢咱们说说的伽利略 1632年的时候啊 他出版了关于两个世界系统的对话 当然这本书很多种翻译啊 这个是一个比较简白的这么一个翻译的方式 关于两个世界系统的对话 您可以上网搜过一下 在里头呢 伽利略提出啊 他的有一个叫潮汐理论 这个潮汐理论呢 可以解释地球是围绕太阳旋转的啊 当然这潮汐理论后来被证明也是假的 就是也是有问题的啊 也是很不完善的 但是这个理论呢 跟教会说的 没有人可以证明地球是否是围绕太阳运动的 这么一个理论相冲突 因此呢 这本书也进行了为期一年的审查 到了1633年 第二年啊 审查结果出来了 伽利略这个观点呢 要求被删除 他本人呢 也要求被终身监禁 听上这特别严重啊 压根不是这样 因为伽利略啊 岁数比较大了 60多了 认罪态度呢 也还行 就改在这个西耶纳大主教家里头执行监禁 这西耶纳大主教啊 特有意思 他其实就是主导伽利略审判的这么一个主教 但是呢 他跟伽利略的私交特别好 这也就是为什么 他可以去主导审判 并且让他来自己家里头 我来给你监禁 我来给你提供便利 这么一种方式 他确实也提供了很多便利 当时啊 教会对他的审判是这么说的 不允许他跟外界接触 不允许跟外界通信 别人不能来看他 同时呢 他每天还要写这思想汇报 然后进行审查 但是呢 这几样东西 西耶纳大主教没有一项执行的 伽利略啊 经常在大主教家里头 就开什么学术讨论会啊 今天讨论一个反上帝的内容啊 明天讨论了一个新科学观点啊 经常干这个事 而且呢 经常跟外界沟通 甚至还出了一本书 叫两种新科学 监禁五年之后呢 这教会就觉得 哎呀得了 岁数已经那么大了 双目又失明了 是吧 就放弃了对他的监禁 让他回佛伦萨老家治病去了 四年之后 伽利略在佛伦萨去世 而他下葬的地点呢 正是佛伦萨圣十字大教堂 如果天主教真的是跟科学水火不容 这一定要把伽利略置之死地而后快 的话 那怎么可能还能在一教堂里头去安葬他呢 对吧 他跟米开朗其罗的这个陵墓 好像是对着的啊 我印象中啊 如果有谁去过这个圣十大教堂 替我去看看去啊 这很难想象 如果说他真的是跟教会 水火不容的话 晚天他怎么可能有这种待遇呢 说到这儿呢 我就不得不想到了 我原来录的一期节目啊 就是关于明末清初啊 这个时候 西方传教士带着西方当时的科学 传到这个中国 和这个中国人当时有一个很尖锐的一个冲突 还有一些相互利用的故事 其实这些时代就发生在戈白尼加利略的这个时代啊 里头呢 我就讲到了两个例子 一个南怀人 一个唐若旺啊 当时呢 已经到康熙朝了啊 康熙朝的时候呢 朝中有一个青天剑就是天门观测台的台长啊 叫杨光仙 他是敖拜的下属 这个杨光仙呢就特别嫉妒这俩人啊 南怀人跟唐若旺就对他们俩进行了迫害 最后呢 这个在敖拜的指使之下啊 唐若旺啊 南怀人啊 就被判了凌迟啊 如果不是孝庄太后 力往狂澜 这俩人呢 可能就已经被签成好几千片了 不说谁还记着一个细节啊 这个杨光仙啊 信的是回教 如果听完之前这仨故事 大家还觉得宗教 尤其是天主教迫害科学的话 这杨光仙这事干的可比天主教很多了啊 与其说是天主教一直迫害科学 倒不如承认 假如啊 戈拜尼 伽利略这帮人碰上的不是天主教 那情况应该会更糟 得了 关于这个天主教和科学的事呢 咱们今天就聊这么多 我是先生慧 咱们下次再见